第三题将闹铃放入一玻璃中罩 通电时铁锤敲击闹铃时 再开启抽机机把玻璃中罩中的空气逐渐抽出 试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这个就是波里尔做的实验 当我们把玻璃中罩的空气逐渐抽出的时候 我们所听到的闹铃声呢就会逐渐的变小 抽成真空之后我们就再也听不到闹铃声了 所以这个实验证明了我们在传递声音的时候需要借词 因此第三题问我们说试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这个实验可以证明声音需要借词来传递